哈囉,大家好,我是First Day Sajang 今天呢,是受歡迎的Sajang先生日語裡面的新單元 那這個單元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除了大家既定印象的那樣子的 認為的意思之外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些讓人驚訝的用法 或者是大家比較不知道的意思 那今天的主題呢,就是日本といえば 說到日文,現在正是櫻花開的季節 那櫻花的日文就叫做サクラ 那サクラ的話呢,可能有一些沒有學習日文的人也都有聽過 サクラ,就是日文的櫻花的意思 除了代表日本的國花這樣漂亮的櫻花之外 其實還有讓人很驚訝的意思喔 那我現在講一段日文,請大家猜猜看 這個櫻花還有什麼意思呢 這個大家不曉得猜不猜得到 再,ヒント 我就解釋一下,我剛剛第一句說的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奇怪,什麼叫做 我有當過櫻花 那這個櫻花的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偽客 那直翻中文就是假的客人的意思 也就是說,它是有那種充當、冒充客人的那種意思喔 那我剛剛的第二句話的意思是說 我曾經有受朋友的委託 而去參加他們的相親派對 當過櫻花 就是 就是 冒充的 充人術的人 這樣子 對,那這個故事呢 就是說 因為我的朋友當時在日本來台灣開的相親公司上班 然後他就第一次辦活動好像就是 沒有女生 沒有人這樣子 他就拜託我說 那意思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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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充當一下客人趁一下場 這樣子 對,那 我是那種 那個 勾工、聯誼 都完全沒有參加過的人 我想說因為好朋友有難 所以就還是去了這樣子 參加完之後呢 居然在 多年後我在滑臉書的時候 居然看到 我當時參加那個活動被側拍的照片 還被下廣告 我都快嚇死了 居然看到自己 對啊 這個是題外話 那分享一下 為什麼這個Sakura 會有冒充的客人的意思呢 那這個由來的話 應該大部分日本人也都是不知道的 那據說這個由來要追溯到江戶時代 因為江戶時代的這個歌舞劇呢 當時因為為了要讓場面看起來比較澎湃 比較有人氣 所以當這個演戲呢 演到一個最高潮的時候 他們有請一些人 就是向演員喊話啊 就在旁邊 就是讓場子看起來比較熱鬧這樣子 那把這樣子的情況就是比你為櫻花 因為櫻花也是瞬間開花 瞬間凋零的花 那因為這樣子這個瞬間的這個關係 就有這個Sakura 這個櫻花的這個詞呢 也就是被當作這個冒充的客人 充當的東西 假的東西的這種意思 那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知道後的感想 也歡迎大家告訴我就是有沒有什麼日文想要學的 或者是希望我拍成影片的 那今天的這個第一集 櫻花Sakura就到這邊 那如果覺得影片有趣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讚留言分享喔 那也要記得訂閱按鈴鐺 有新的影片會通知你 那也會有Facebook、Instagram 每天用中文、日文分享資訊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對了那個題外話 就是今天的這個頭髮 那這個頭髮呢 是絲帶 叫Happy Hair 另外叫Trissa 設計師 她幫我做的 看人真的非常好 那如果有人想要嘗試去去看的話 可以看我的臉書或者是Instagram 掰掰